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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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中文好了 大家中午早上好 我想問一下這邊現場 有沒有做施工建築相關的東西 沒有 有 所以你聽過Bing嗎 有聽過Bing 好 也有一個 所以聽過Bing 大概知道Bing是什麼東西 知道嗎 不知道 然後 我猜現在在做現場 大家應該是對Bing有一些興趣 或想了解一下 好 講一下為什麼現在 在這個section 我會大概介紹一下 什麼是Bing 然後為什麼它現在這麼重要 其實全世界現在所有的施工建築 包括台北市政府 都是在用Bing來做各種的大型施工建築 然後還有 它為什麼重要之外 然後它 怎麼樣可以用在我們的Data上 它的Data怎麼樣我們可以利用 之前 我覺得這個Session接得很好 前面剛才的 那個翁晉慧 然後還有 哈爸 然後剛才 Poly他們講到建築 然後還有天氣 還有空氣 那這些Data怎麼樣可以開發 跟在施工建築上使用 好 可以看一下 在接下來的人類接下來的30年 我們的這個全球是一直在成長 會有100億人口的增加 也就是比現在的再增加多2億 那這樣的人口增加 我們會需要的是什麼 會需要的房子 需要房子來居住 我們會需要學校 我們會需要醫院 我們會需要很多辦公室 那這些空間都會需要被蓋 就是這些建築都需要被建造 被建造 然後我們中間裡面有很多會可能 這個流程上有被浪費的 然後人力成本等等 還有施工的安全 所以 這個施工建築是因為人類一直 所以接下來這幾年會有很大量的成長 那人口增加以後會需要有這些需求 需求帶來了 那就是機會 好 那這一次是Open Summit Open Up Summit 我們講的是Share 所以 The future of construction is connected Why it's connected I will talk about why and how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一個影片 幫我錢東加 簡單做廣告 底部 達到 準備 等 資格 要 枇漂亮 聽好了 那事 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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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V360 can help. Autodesk BiV360 provides one central location for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s to store and manage project information. And, BiV360 is an open platform, which means that it can easily integrate the construction software you're already using. All your project information security from design to construction, all the way to order and handover, accessible to everyone who needs it. Want to connect your drone data to the platform? Check. Want to take care of bid management to estimate in one place? No problem. Combining BiV360 with the construction software you've already used only enables you to centralize your construction workflows, documents, and markets in one place. But it makes it easier to create a predictable process that helps you deliver higher quality projects and better outcomes to your clients. Start a free trial today and see how Autodesk BiV360 can help supercharge your project. If you want to go to free trial, we can talk about it. So, you can see that in the past, I will talk about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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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o do something that's wonderful. The whole industry region 並我簡單講一下它是三個字的索寫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所以它用中文來講的話 就是把建築資訊模型統一 如果做設計的 在這邊如果有做設計的 不管是UX、UI、工業設計、建築師 或是做developer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做一個東西 我會想要把它做得很漂亮 然後覺得這是我的作品 那我做完以後 你製造一個很漂亮的101以後 你要hand over 給你去幫你施工的人對不對 然後他們沒有辦法製造你的圖施工啊 因為你裡面的管線怎麼走 你裡面如果會遇到一些窗戶要怎麼擺放 你的門要到底怎麼反結構怎麼 它沒有辦法直接用 你再漂亮的2D圖 再漂亮的3D圖 全部就是他們要重新畫一遍 重新再做一個model 重新remodel一遍 好 那這個是不是時間的成本 這裡面會不會出錯 還有沒有可能它改了你的設計 它覺得在施工上面 這個其實這個位置不好 我要再移5公分 這個5公分一移了 其實整個大型的建築都會受影響 為什麼它那麼重要 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它可以如果有病的話呢 它所有的資訊 所有的data 都有一個central place 也就是說 designer 跟 big manager project manager 或是在現場施工的人 在辦公室要管理的人 甚至這個業主 就是想要他們叫這個買 有這塊地的owner 然後這個項目的owner 他們通過都可以有一個central place 去看這個項目現在進展到哪裡 這個工程 這個圖 這個設計有沒有最新的update 有一個地方去看 而且提高他們的效率之外 它可以提高安全性 然後效率其實就是錢嘛 它成本也可以提高 然後他們會有一個更好的協同合作 好 那這個是一個建築施工的一個life cycle 其實大家就想我們今天在這三創 它當初怎麼會建起來呢 它一定從design開始 對不對 可能有出資者 investor 然後他們有一個idea 或是有決定要在這邊蓋一棟這個樓 然後找designer 可能找建築師 建築師事務所 或是跟不同的設計的合作 有了design 有了design出來以後 OK 我們決定我們要 就是在這麼大的場地上面 我們可能要旁邊有綠地 然後幾層樓等等 全部規劃好了 開始去做plan plan裡面會有它的 這個要花的錢 它會花的時間 它會花多少人 它有多少量 這棟樓我們現在看到這麼多層樓 我們在11樓需要多少窗戶 12樓需要多少窗戶 多少水泥 多少玻璃 多少鋼筋水泥 在這邊都覆了好 然後再到build 實際在施工過程當中 就是所有的工人進場 對不對 到最後 是把它結束了 可能交給那個 管理這個大樓的人 就像我們昨天這樣 樓下的警衛 或是所有的那個 叫做物業管理 好 這個是一個很 看起來很順暢的流程 這也是一個 Dream workflow 但其實現在很多在施工的時候 Design這邊就是做完了以後 我們交給他們就斷掉了 我相信這邊好像有做 變得在點頭 對不對 知道說其實這個是一個 大家遇到的痛點 非常痛苦 那其實這跟大家有關心說 雖然我們在做的 大家有些是工程師 有些可能是設計師 但我們其實都是這些 這些建築跟這些工程 其實都是生活圍繞在我們身邊 那 常常這邊就會有gap 我設計了這個房子 我才不管你說要用多少水泥 我不管這棟樓 我需要多少玻璃 需要多少個各種材料 還有鋼筋等等 好 到了這邊以後 他們開始要依據這個去計算 那把這些全部變成一個工程的模型 或是重新去計算 到這邊他們弄話以後 到這邊施工 一個工人在現場裡面 你說一個水泥工 他有可能看得懂原來的圖嗎 或是說他可以知道是說 你這個玻璃到底 你希望到底是要怎麼放 直的放 橫的放 或是說 我其實在現場 你知道很多我們之前在施工 我沒有施工 但是我跟我們很多客戶聊過 哇 發現一個古蹟 清朝的古蹟我們不能動 怎麼辦 設計師之前都沒有發現這個問題 那這個古蹟我要去修改 那我不能去挖 或是這裡有一棵大樹 我們動不了 要回去改design 那是他去現場去修改呢 還是說他造的圖施工 還是回去跟設計師講 那這邊的溝通其實就是斷掉的 只是在現在跟過去的時候 常常是斷掉的 他在現場要麼就等 他跟他的Manager講說 這裡有一棵 來發現一個古蹟 誰的古墓 或是說什麼不能動的東西 或是因為地質的原因 如果我們現在挖了 會影響地震 會造成地震 或是未來不穩 他停在這裡 他就不施工了 好 然後就進行不下去 本來可能一個禮拜要做完的事情 就不能做 所以這就有非常非常多的gap 而且在他們溝通過程中 可能到底他是打電話 還是他跑回辦公室 還是他去跟誰 還是有很多很多的stakeholder 要involve進來 還是發email 都不知道 都有各種可能性 然後那些訊息 哪一個是最新的也不知道 好 大家可以猜一下 有沒有人可以想看看 這是哪一個construction site 可以猜一下 這是有一個暗示 有沒有一點點熟悉 這個是上海迪士尼2016年 那時候在蓋的時候的一個建築施工圖 就是上海迪士尼它的site非常非常大 我們可以想像它這麼大的一個迪士尼 因為之前我們是跟他們有合作 我們算他們的客戶 他們也算我們客戶 他用我們的軟體 那我們要去常常跟他們溝通了解 他們在用的上面有什麼tone點 你就會發現迪士尼這樣子大的一個項目 他們有多少個人會involve在這裡面 有項目經理 有迪士尼裡面的老闆 還有施工的人 設計師 迪士尼的設計師 他們還要跟當地的設計院合作 因為他們自己 就是美國的設計圖 到這邊怎麼能施工 有沒有什麼法規等等 然後光設計 就有多少個 可能上百個人會involve在裡面 設計完了到施工 交給當地的工程隊 像台灣可能有大陸工程 什麼達新工程 這種他們去包對不對 包了這個項目 那它下面有多少個 泥工 木工 水電工 什麼什麼工 這樣子一個大項目 你是不是有看 如果它今天 這是迪士尼的城堡 大家都知道 最有名迪士尼的城堡 那是在改這個城堡的當中 我們就拍這個照片 那它這裡面如果其中有一小環節 發現出錯了 不管是在現場的某一個小的工人 像construction worker 他自己看錯圖子 或是他手上拿的那個圖子 是上個禮拜的 但是其實更新過了 然後他沒有收到最新的訊息 那這個是不是會對這個項目 有很大的印象 OK 好 然後我們再看看 那現在construction data 我剛剛提到了一些 他們遇到的問題 它disconnectable flow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說 每一個persona到下一個流程之間 或他們彼此之間的流程是斷掉的 而且他們的data沒有連在一起 那這為什麼 等一下會再仔細講一下 主要是說他們 我今天設計師我的data 我的圖 我用autocad畫了很好看的圖 或是我們webic借了很好看的3D model 但我去了給我的同事 我去了給到工地現場的人 他工地現場的人 他沒有看到最新的那個圖 然後他也不知道去哪裡看 因為他們沒有一個central place data platform 而且他們communication 是常常變調很普 就是彼此之間 我到底現在看的是哪一版的圖 第幾個version 那這些東西就會影響到很大的成本的花費 他們只要每delay一天都是錢 不管是天氣造成 不管是施工設計造成 或是人員的傷亡 或什麼都是錢 所以在施工上面的錢是一個 除了safety之外 最重要的另外一個原因之一 還有船上的rework rework其實也都會造成錢的花費 最後還有一個forecasting 其實這個非常有趣就是 像剛剛早上幾位講的這些data 怎麼樣可以做analytic 做了這些analytic之外 所以如果剛剛我們講說 data有connect起來 有一個single common data platform去放 我們可以做forecasting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做這個項目的時候 假設建造這棟大樓 原本要花一年半 是不是有可能在某些地方 我們可以讓它更快一點 因為我們可以預測 根據過去幾年或是過去幾個項目 在做這樣子的大小 或是這樣的一個規模項目的時候 是不是在某些地方避免一些issue 跟一些accident 好 這個簡單看一下 在construction裡面 有基本的這些persona 跟stakeholder會involve 進來的designer 就是剛剛前面的design階段 那這些人 我們當然是一個persona 所以不用管他 但是你看他 designer的人 他只有他的manager 他有creator 有contributor 然後bin manager VDC manager 也有一堆人 有architect裡面的人 然後他有算量算錢的 他要算這個工程會有多少量 然後還有mechanical engineer 他是不是要管水電怎麼走 這些燈其實都是要由相關的人員來配合 那這些人都要協同工作 所以這麼多的人 是在一個建築施工項目裡面 從頭到尾 然後就有非常多的hierarchy 一直下來下來下來 一直到最下面某一個walker 好 那 根據於一些研究 在一個施工項目裡面 有98%的項目 他其實都是 他會浪費 他的成本是超值 那 身為 項目的investor 或老闆 你想想看別士尼的老闆 他會希望他的項目delay嗎 他會希望他超值嗎 他是不是 永遠都希望 越快完成越好 當然要安全的前提下 然後廣塊可以 開始開工 可以直接運行 對不對 然後 77%的項目 他們suffer significant delays 都會因為很多各種的原因造成delay 好 這是一個 typical的 流程圖 disconnected的 我流程圖 在蓋一個學校 如果一個owner 在這邊現在 他現在發現有問題了 是個項目 可能這棟樓 發現 學校蓋到一半 可能 有一個地方 因為 一些土壤的關係 或是有樹 他要修改 做design change 那 過去 我們都還是是不是 把圖紙拿回去重畫 畫好 都可以的畫好 打印出來 打印出來 都送到現場 是不是 要 這個 要路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大家也知道 現在上海有一個上海中心嗎 就是那個好像說 上海最高的一共大樓 當初他們的圖紙 從設計院運到上海中心 給工人看的時候 是用卡車在運的 是用卡車在運這些圖紙 在digital的年代 這些圖紙 它是要打印出來 從那個 迪士尼 不是 上海中心 它美國的一個 建築師設計公司 跟同期設計院合作 他們畫出來後的圖紙 最後打印出來 是用卡車運到施工現場 給施工現場的工人 去看這些圖紙 問一下在座有沒有大家 裝修過家裡 還沒有嗎 有人裝修過房子嗎 有 裝修過 我可以問你一下 你在裝修房子的時候 你設計師有給你圖嗎 你明白那個斷層 是不是很 是不是很大的斷層 對不對 所以 當大家 光是小小在家裡加裝房子 你一步一步之間 都會有斷層 何況是你蓋一個造房 再蓋一個學校 再蓋一個迪士尼 跟上海中心 中間每一個 你從可能是圖紙 到還有 如果沒有運送最新版的 那你看到的是舊的 有些人很可能就覺得 那我就看舊的 我覺得這是最新的 我就在做 然後呢 他中間還會有一些 issue的提出來的時候 他也沒有即時的抱回去 然後 我看一下還有 對 這邊有issue 那 他沒有一個 commoned place 去放他最新提出來的issue 他到底是自己 我今天 E-mail發給誰 或是我電話跟誰講一聲 但其他的人 相關的遠遠沒有被通知到 等等的 好 那我們再看一個影片 好 剛剛提到一個 你到底看到最新的 你的版本是哪一個版本 Depends on who will ask 你如果問了一個 你的Manager 或是你問了設計師 每個人會給你不同的版本 因為他覺得他的版本是新的 或他沒有拿到更新的版本 等等 是不是 好 有人在點頭 所以這就是一個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影片 就是construction裡面 會有這麼多不同版本 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我們在用Drawbox 我們現在用這麼多雲端的工具去管理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要協同合作 所以這是一個 預期希望未來 或現在大家正在朝這個方向走的一個 建築施工流程 全部都是連在一起的 不管你在哪個階段 雖然是從頭到尾這樣一條龍 但是你每個階段是連在一起 有問題我們可以很快速的可以發現 並且溝通 即時溝通到 也就是這樣子來看 這邊有一個common的data platform 今天早上大家很多人講到 不管是天氣 不管是空氣 對 氣候空氣或是建築 很多東西其實都是可以share 如果它可以有一個common的data platform放到這邊 所有的東西 不管是它有design change 因為我們也可以想一下 在蓋一個大樓 跟一個迪士尼的園區項目 跟這樣子一個高鐵 它中間不可能完全在施工的兩三年的流程 不可能沒有修改 它可能會因為各種原因有design change 那這個change 可以在一個common data platform裡面做分享 好 這是一個 就是理想中的一個狀況 所以如果 我這邊要講就是說 Bing跟建築施工流程 現在未來在走的一個趨向 就是他們 我們要有一個common data platform 並且 這個原因是讓大家可以有一個single source of truth 當你有任何問題 你在這個platform 你在這個地方看到的就是最新 然後最準確的訊息 不管是change 不管是成本 或是你要用的材料 或等等任何訊息 施工圖紙 並且讓 在 不管辦公室 或是在施工現場 真的挖地道的人 挖管線的人 都有不同的device 可以即時看到最新的訊息 而不是那個打印出來 上個月打印出來的圖紙 這樣子 好 我這邊 這個影片我們可以先跳過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快速再講一下 這些data 因為Bing當然很大 然後有非常非常多細節的部分 我們可以聊 不管是圖紙的管理 然後他們的issue的管理 然後還有時間的管理 但我想要提一個就是說 這些data如果 因為有了common data platform 有一個就像我們今天說的開源的地方 讓大家可以去看 去用 而且越來越多的用戶 也就是說 施工單位在用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些data collect 越來越多data 以後可以做analytic 並且做forecasting 這些數據 怎麼樣可以用machine learning 跟AI來做 運用到construction上面 它可以幫助項目解決 減少它的risk 因為你可能 我問一下大家 有沒有人知道 美國的一個手機APP 叫yap 對不對 然後還有上海 叫大眾點評 然後台灣可能 我們會用google做一些評論 你是不是因為 可以去一個餐廳之前 你先看這個餐廳評價好不好 然後決定你要不要去 看這個分數怎麼樣 或是我們會用booking.com 你看選一個飯店 你可以先知道說 它可以幫你過路一下 根據你的條件 跟你是不是覺得 這家這個地方 這個餐廳飯店是你想去的 一樣在施工項目 我今天要開始一個 這個三創的大樓建造的時候 我要選我下面分包商之前 我可以先參考一下 過去這幾家分包商 它的評價跟它的評分 然後我也可以因為這樣子 我身為一個項目經理的話 我每天早上起來 我可以看昨天現在 哪一家公司落後了 或是這個禮拜 把所有的數據 我們做一些分析跟visualize 可以看他們現在表現得怎麼樣 那也可以避免一些 可能這家分包商 目前有一些delay 會影響這個項目 我們可以forecasting 到後面 是不是有可能造成一個月 或是十幾天的delay 好 所以這就是data 我們怎麼樣 因為有一個common data platform 以後可以做運用 好 我現在三分鐘 那這些是一些visualize的部分 讓在現場工作人員跟事工項目經理 可以直接去看 解決他們過去 只有圖紙 跟可能就在excel上面 工作上面的一些困難 那這些就是我們可以看 之前我做的一個項目 我們跟data scientist 還有 跟我們的客戶 客戶的話 那就包括 不管是在杜拜建機場 或是在台北 現在在蓋一個公共住宅 還有可能 高鐵 然後像上海中心 跟迪士尼等等 這樣的用戶 你去跟他們多聊 聊了以後 他們並且他們在用 他們的數據全部都放進來 這個data 是開放的 這個platform是開放的 所有的用戶 用戶在這邊的用戶 不是指所有人 而是指可能施工項目的 總包商跟分包商 做圖物的 做管線的 或不同的單位的分包商 大家的數據都有進來 那我們就可以做預測 可以做分析 避免很多的問題 這個影片 是之前我們做一個demo 在過去施工建築 我們不可能做到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沒有data 我們只能就是今天做什麼 或是我們只能大概抓一下 接下來的事情 但是 在施工建築上面 因為有了這樣data 並且大家在越來 每天 我如果每天報的越多issue 越好 因為我們可以做更多分析 然後 machine learning 機器會更聰明 然後他會幫你做更準確的分析 這個就像是一個項目經理 每天早上起床以後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他的app 並且他到現場去評估一下 打分數 然後 看今天我現在所有的項目裡面 我有這麼多項目 哪個地方的risk高 哪個地方現在比較安全 比較OK 當然這個是一個demo 我們現在在做的是 把weather 還有air 或是說 各種無人機 透過drunk 都可以把它adopt進來 因為它是一個開放的平台 所以當第三方其他的open source 通通都可以連結進來一起 讓用戶他選擇他自己喜歡的看 OK 所以最後要講的就是說 比如說 跟怎麼樣的future of construction data的使用方式 建立一個開放的安裝 開放的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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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 比如說 早上哈巴的空氣 或是氣象 等等的訊息 都可以integrate進來 我今天要施工一個項目 如果今天這個site 空氣非常非常的糟 我可以提早知道 我可以教大家今天 可能這個 或是這幾天 我們預測 我們也就 可能暫時 休息 或是做其他的事情 including drone technology estimating and bit management 等等 有很多很多 這些都會影響到 算量 算價 好 還有safety safety是construction裡面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個功能 一件事情 好 那我的時間就到這裡 當然我想就是 如果還有很多人 對construction有興趣的 現在應該沒時間是嗎 還是有時間 沒時間 那我們可以之後再進行Q&A 好謝謝 謝謝大家